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们平常什么时候才会来拍影片呢 就是偶尔假日就会拍一些短影片 然后发到网络上面 然后给别人按赞 想当YouTuber 不错 那你呢 我通常是看到我自己觉得 比较漂亮或者是很特别的东西 我会用手机可能拍个照 或是录个影片记录起来 其实我自己觉得拍影片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它可以把当下的环境 氛围 声音 影像 还有所有的感觉都记录下来 只要一再看到这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就会好像重新又回到当下的感觉 所以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多多拍影片的 最近我就有看到 在宜兰的南方澳呢 有一群国小生呢 他们就用影片来记录自己的环境 自己的家乡 那他们把他们记录下来之后呢 又发现了一些问题 到底南方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买镜头 我家就住在渔岗边 每天都会看到这些人 我常常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过去 因为环境的污染 连钓客都嫌弃南方澳了 有垃圾 垃圾就不垃圾 那些草莓都不吃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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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都不吃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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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一位拿著往在岸邊撈垃圾的叔叔 我的垃圾真的是很臭 說實話 臭小子 對 家用的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家用的東西 當然最大東西是保特瓶 還有外景 那遊客 一些微微被注 基本上最多 最大量都是保特瓶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廢棄物 例如像這邊有拖鞋 然後飲料罐 或者是一些家用垃圾 因為其實本身有做一些在設施 有一些政令在懸導 例如說發放他們出垃圾袋 因為我們屬於在地的一個人民團體 那跟漁民都是息息相關 有漁民才有我們漁會 協助漁民 然後幫助我們漁村更好 改善整個漁村 改善整個漁民的生活 一天大概在海面上 可能會有近百公斤 暗縫的話每天大概有 七公斤到十二、十三公斤不等 這一天我們跟著淘海文化保育協會 和羅東社區大學的叔叔和阿姨們 一起近距離觀賞漁港垃圾 在碼頭的死角的地方 那個地方因為怎麼樣 沒有水紋 沒有水流動比較靜止 所以我們要注意 要掃垃圾看垃圾 一定要在碼頭靠 那個碼頭乾坤 這是我第一次搭漁船 但卻不是捕魚而是捕垃圾 今天漁港內風平浪靜 但還是有人暈船想吐 水面上有一些漂浮的寶特瓶和油屋 有一些小魚在垃圾裡穿來穿去 那現在其實漁港的垃圾最主要是 就是藏在那個船跟岸的那個矽漁那裡 都是這些寶特瓶啊 在河滾裡啊 咖啡杯啊 那個... 那個... 那個說阿姨以後其實他有在整理這個漁港 可是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原本進步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不是對漁港的幫助 最主要是對我們生活在南方澳 這個港區的住民 有一個啟發作用 漁港最髒的 不只在碼頭而已 甚至於我們漁港裡面的 港裡面的那些垃圾 真的是沒有辦法清除得非常乾淨 小朋友 你們每一天都上學放學 一定會經過這種漁港 一定看到那麼多垃圾 再從而來 同學來參與 來關心我們的環境的整潔乾淨 至少給我們社區的住民 給我們的爸爸 阿公輩 兄長輩 也了解說 連小孩子都會關心我們的環境 尤其是我們這個漁港裡面的垃圾的問題 然後換取他們 也重視這個問題怎麼樣 看到那麼髒的環境裡面 還有一些那個... 還有一些魚還活著 真的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算撈垃圾不好 就是很髒很臭 但是還是有人願意去撈那些垃圾 來保護南方的環境跟海洋 那我覺得很開心 是說南方澳是個老漁港 開發已將近100年了 他帶我們來看看最近最夯的小漁村 這裡的居民跟漁船就少很多 而且海水的顏色好漂亮 人多 垃圾絕對是多 然後基本上來講 無人的這種垃圾不落地 垃圾帶回家的觀念 還不是很多事 如果說能夠廣設一些垃圾桶 或是收集垃圾的地方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狀況應該可以解決 只要留下回憶 只要留下垃圾 這樣因為其實... 南方澳只有一個啦 希望說... 外界來這邊工作的 或是居住在這邊的 或是來這邊玩的 都能夠讓這個... 南方澳更漂亮 然後... 能盡量減少製造這個垃圾 大自然本來就是美容的 因為我們的大量開發 過度使用 做成環境的破壞 我們都喜歡無敵海底 我們也都喜歡山珍海味 因為我們想要的太多了 於是我們就失去了更多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心裡面應該有很多感觸吧 今天我們就把這個環境 拍成紀錄片的製作團隊 邀請到了現場喔 讓我們歡迎南安國小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是劉希如 大家好 我是吳雲璇 大家好 我是曾香榮 嗨 三位好 你們三位就是拍出這個紀錄片的人 感覺滿厲害的耶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是怎麼開始發現 你們的生活周遭 有這麼多海洋垃圾啊 就是因為我們都住在漁港邊 而且上學和放學都會經過漁港 是 然後也都會看到那裡面有一些垃圾 然後我們就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它 所以你們一發現完了之後 然後你們就怎麼做第一步 就是我們會定期去看那個地方的垃圾量 然後和另外一個時間的去比較看看 就例如說你早上去看一次 然後下午去看一次 晚上再看一次 然後看看他們垃圾量什麼不一樣 這麼激起的做法喔 那你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就是覺得很生氣之後 有什麼做法 我們有跟著老師去 直接搭著漁船去漁港裡面 撈起那些垃圾 你們直接去撈垃圾了 那是你們第一次搭漁船嗎 對啊 我們第一次搭漁船 就是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而且我們居然是去撈垃圾 不是捕漁 那撈垃圾的時候 你有想過那個垃圾應該又臭 然後又熱了吧 有嗎 對啊 而且還很重 因為那些垃圾有的會吸水 那撈垃圾的時候 你們心裡都在想什麼 就是怎麼會有那麼多垃圾在漁港裡面 對 這裡面不是應該就是乾乾淨淨的嗎 然後怎麼那麼多 我好像可以有一點理解那個心情 那你們在拍影片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像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漁港內垃圾最多的地方 竟然是船和船之間的縫隙 而且裡面最多垃圾的那種種類 是寶特瓶 除了這個你們拍完這整部影片之後 有什麼收穫或者是感想嗎 我們當時去東奧漁港進行拍攝 我們有順便就是撿垃圾 那我們都有發現我們的垃圾 出乎意料來得更多 所以我希望我們不要再糟蹋這顆地球 我們要好好的珍惜愛護它 你們覺得要珍惜愛護它 拍完影片之後有更多的感覺嗎 還是你其實一開始也覺得應該要蠻珍惜的 我出去玩的時候 我都會把自己的垃圾撿回家 也會順便整理一下周遭的環境 原來拍完影片之後也會讓 心裡面有改變對不對 你們兩個呢 在漁港就是岸邊的時候看到一些垃圾 會自然把它撿起來 然後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拿去一起丟掉 就希望看到它在那邊 讓傷害這裡的環境 就是覺得拉完了 垃圾之後很有成就感 因為可以幫助那個漁港讓它更乾淨 這樣聽起來啊 拍完這個紀錄片之後 三位也都有很大的改變 心裡面也覺得說 好像這件事情不能只是想而已 也要去做它對不對 所以啊 環境真的很重要耶 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喔 剛才影片裡面說得很好 我們想要的很多 但是我們都會因為我們想要的這些東西 反而失去了更多 是不是有點得不償失呢 不過說真的 從源頭做起 我們就不要用太多這些塑膠製品 我們都帶環保餐具的話 他們就不用撈得這麼辛苦了 是不是 謝謝三位同學拍出了這麼棒的作品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再繼續來看看 買攝影機還有什麼精彩又優秀的作品呢 請看 有些生物可以拿來當作環境指標 依林 你知道有哪一些嗎 我知道有些水裡的生物 像是螢火蟲還有青蛙 透過他們數量的多寡 就可以知道環境有沒有被污染喔 沒錯 因為這些生物呢 對環境非常的要求 一旦環境遭受污染他們就沒辦法生存了 那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我們的生態 記得以前去看螢火蟲的時候 在漆黑的環境裡 看見他們一閃一閃的發著光芒 真的好漂亮 其實現在在台北市搭的森林公園 也看得到喔 那現在我們就跟著新名國小小記者 一起去看看吧 以前老師有教過我們英國 從事著我們發光的 一閃一閃的好笑 非常好想去看喔 我也很想看 但是隨著我們的環境 想看到已經越來越來了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 台北市就可以看到了 我沒騙你們 現在就一起去看吧 哈囉 我們快去辦 可是在去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螢火蟲的基本問題 老師請問螢火蟲是怎麼 分辨男生或是女生呢 螢火蟲在幼蟲期的時候 它是不分男女的喔 那等到成蟲的時候 熊性的螢火蟲它的發光器會有兩階 那私營的發光器它會有一階 不過有時候會相反 熊性的螢火蟲發光器只有一階 私營的發光器確實會有兩階 有時候會有這樣子的不同 螢火蟲是不是跟人類一樣 有的小孩又帶人的時期呢 沒有錯 來給你們看一下螢火蟲的一生 螢火蟲就是從軟 然後長成幼蟲 接著變成有 最後長成成蟲 也就是我們所看到螢火蟲的樣子 這就是螢火蟲的一生 老師 那螢火蟲是什麼呢 螢火蟲它小時候 然後呢它的身體不好有個叫口氣的 它會呢 口氣呢會把麻醉液呢 注入到軟體動物的裡面 然後呢去分解 然後呢再就是吃掉它們 這也是大岸森林公園 在擁擠的台北市 這裡可以淨化空氣 還可以做森林運 有時候還會有演唱會呢 大岸森林公園的生態資源豐富 鳥類有四十九種 蛤蟲類有五種 兩棋類動物則有四種 更重要的是 螢火蟲富裕的重要地方 沒錯 那我們趕快去 小生態池那邊吧 走吧 老師 什麼是螢火蟲富裕 螢火蟲富裕計畫呢 簡單的說就是要製造一片 合適的基地 讓螢火蟲可以在這裡生長 在這充滿光泰的大都會裡 要怎麼讓螢火蟲繼續生豬呢 在擋套生態池的同時啊 我們就已經設計了 不會傷害螢火蟲的 像螢火燈 這些螢火蟲的燈光 不會傷害螢火蟲 那螢火蟲呢 不怕草 你注意看喔 這邊雖然離 不太近 但是因為螢火蟲的耳朵 所以他們不怕草 還有呢 只要你不使用光棒和手機 螢火蟲就會被傷害囉 透過螢火蟲 喚起許多人的興趣 讓越來越多人去保護他們 也讓他們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有趣氣息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項課題 螢火蟲真的是很娇貴的生物 不過也因為這樣 讓我們開始注重到生態環境 對啊 比如說像是食物好了 消失了就真的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真的要好好愛護環境了 依琳 你會害怕到醫院接受治療 或是打針嗎 其實我還好耶 不過我倒是知道 有一些同學 他們會不喜歡去醫院打針 還有爆炸 第一次到醫院 難免都會有一些緊張 那在台南慈濟小學的小學生 用英文說了一本小松鼠 到醫院的故事 一起去看看吧 好,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來講 我們會講 一個故事 叫做 Sally and the Hospital Sally and the Hospital 嗨,我是導演 我介紹 這是 Sally 嗨 Sally 是 這裡 是 Dr.Max 嗨 Dr.Max 是 where is a big, red bird 这就是 新年它 现在 现在 你為甚麼 發展 oral 你麼 今天 我�� 你 聽 one 來到 Sally at the hospital Sally is a ballerina One day when she was practicing ballet Sally accidentally jumped too high Oh no Sally fell She hurt her arm Of course Sally Sally's friend Sam then went with Sally to the hospital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ally had been to the hospital At the hospital Sally met Dr. Max Hi Dr. Max Hi Sally Dr. Max my arm feel hurt You need to have an x-ray The x-ray showed that Sally had broken her arm Dr. Max said Sally had to put a plaster pass on her arm This is a plaster test Sally Dr. Max also said that Sally had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tonight Sally felt very lonely Sally felt very lonely She had no one to talk to She missed her friends and family She missed her friends and family Hello My name is Nate Dr. Max said the patient next to Sally My name is Sally Dr. Max said Sally herself Sally and her new friend Nate Started chatting with each other Together Sally and Nate both went to read and dance In the morning Sally's friends came to visit Sally shared her cookies with Nate When it was time to go home When it was time to go home All of Sally's friends Including Nate And her family members And Dr. Max All signed their names On Sally's past Remember to come back in a few weeks You need to take off your past Said Dr. Max Before Sally went home GoodbyeNate Sally said Sally When she was ready to go home GoodbyeSally Sally GoodbyeNate 今天看到的這些影片 其實都是出自於小學生之手 那看完這些優秀的影片之後 你們兩位有什麼感覺嗎 其實我覺得 對於小學生拍影片這件事情 我比較有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學校也有攝影社 是 對 然後我也有曾經拍過一小部紀錄片 跟同學一起完成的 然後我覺得 雖然可能小學生拍出來的作品 不會像就是專業的電視台 那麼的精彩那麼的好看 可是我覺得 拿起手機記錄可能身邊的事情 真的非常能夠幫助我們了解 就是家鄉或是身邊的事物 真的 在拍攝影片的那一個當下 可能你生活中 根本沒有去注意過的小事 都會變成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然後留在心裡面對不對 對 可以被永遠的記錄下來 真的 所以也真的是蠻鼓勵 現在手機也很方便 相機也很方便 那個錄影鍵一按下去 大家都可以來記錄自己的生活 那怡玲呢 你有什麼感覺 我今天看完南岸國小他們拍攝的影片之後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更注意環保這個疫情 因為其實他們海裡面的那些垃圾 是我們製造的 結果到了最後還是我們人類自己 要去把它撿起來 那我們就是一開始就把它做好分類 這樣子也不會污染到他們那邊港口的水 對啊 這樣說也是 我們自己製造了這個麻煩之後 我們還不是自己要來收拾這一個殘菌 那到最後倒霉的還是我們人類自己 好 那在這邊呢 就先呼籲大家不要亂丟垃圾了 只不過我自己覺得 我的感覺是 我們身處在一個滿美好的時代 然後科技也很發達的時代 我們手邊要拿起錄影的設備 其實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拿起手機就可以錄了 用心記錄一下自己的環境 用心觀察自己的生活的話 其實我們的生命也都會因為這樣變得不一樣 非常鼓勵各位小學生也一起來拍影片 感謝你們收看今天的節目 買攝影機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嗯